請我一下 下車下車一下 而且身邊看一下 半夜警方領檢 攔到這對男女 其實不是覺得行蹟可疑 而是因為有人 沒繫安全帶 安全帶不是為警察 不要玩 我不喜歡 不要玩 我不喜歡 要繫安全帶 要繫安全帶 要繫 好人相勸要綁安全帶 但就在這個時候 眼尖的寶大雲瑾 發現女生穿的褲子 怎麼怪怪的 你這個是褲子嗎 對啊 是褲子 褲子啊 等一下 我不會亂摸你 這什麼是 褲子啊 你拉平 你褲子 拉平 拉平 這是什麼 這是 有一個牌 裡面都一拿出來 因為我已經看到樣子了 OK 明明幾身褲都已經露餡了 小姐還是不肯承認 遠景只要再次勸勸她 坦白從寬 裡面有的話 自己拿出來 不然你已經跟你收的話 我待會不可能會讓 讓你有機會在那個 接馬那裡 問了兩次 終於坦誠吸毒 拿出K燕 但沒想到換成駕駛 打死不承認 警方只好搜給你看 看著喔 看著我拿啦 好 是 你有一個這個 好 有 沒有 掉的話 你要把 移住你的證明啦 好 好 這個 這個比較 比較吸這個 都幾歲的 這種東西 你要吸這個 膀胱都壞了 北市警力執行風塵掃毒 在各大橋樑都有臨檢點 有人藏在車裡 或藏在咖啡包裝裡 甚至女生還以為 塞進幾身褲 警方就不敢搜身 但這些統統逃不過警方法眼 看看像手銬帶走的這一刻 吸毒者別想心存僥倖 記得王向偉 台北報導